凯撒旅游 西欧五国五日游253欧 南欧四国六日游328欧 北欧五国六日游345欧 体验之美尽在凯撒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尽宝的七号选手刘珊珊 刘珊珊 2011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德国分赛区选拔赛中的七号家里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七号选手刘珊珊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参加这个比赛了 但这个数字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就读于威尔兹堡大学的 对外德语系 不对应该不能说系 应该是专业 然后现在是第三个学期 在珊珊家里 她非常开心地聊起参选华姐的故事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活动是 维保学生会往我的邮箱里面发了一个这样的 算是邀请信吧 然后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后来在图书馆的时候有一次跟大家碰面 然后聊天的时候 大家又说到了这个事情 然后所有的人都拱我上去这个比赛 然后我当时觉得 真的是有一点受宠若惊 一开始我还是回绝的 不过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下 然后觉得 其实这个机会并不是每个时候都有的 比较难得 然后毕竟是在家门口的比赛嘛 然后想 那就算是作为一种 人生当中的一段比较 难得的经历来体验一下 主要是想尝鲜的心理 然后就去试一下 但并没有想过要拿名次啊之类的 对 只是想去玩一玩 2011年 凤凰卫视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德国选拔赛6月22日美丽启动 过近一个月紧张激烈的报名海选之后 来自德国各联邦州12位嘉丽 参加了本次比赛 报名的过程 对于我来说没有很复杂 我只是填了一个表格 然后之前 本来说有一个 对于参赛者自我介绍的一个视频 不过后来这方面条件比较宽松 说可拍可不拍 然后我就没有拍 对 就是报名以后 经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我接到了说 我已经晋级了的这样一个通知 然后说我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培训 然后去参加德国区的比赛 然后我接到电话 到我去比赛的这段时间 差不多只有三天的时间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了 我个人的话 我只是去网上看了一些历年 这种怎么说呢 所谓选秀节目 相关的选秀节目的一些视频 我看了一下 主要是想看一下 大家在比赛的时候的表现 表情之类的 我想学习一下 我主要做的是这方面的准备 然后其他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时间安排比我想象的要紧张许多 我们当时去的当天 下午就要去Vetham参加那个外景的拍摄 然后之前老师只是用差不多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给我们大概讲解了一下怎么样走台步 然后我们稍微在那个旅馆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差不多每个人稍微演习了一遍 然后就上场了 然后 差不多每天的作息应该是 八点多起床 然后晚上十一点 十二点的时候才会结束 比赛的话 比赛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开场舞 第二个部分 就是其他服装的展示 然后服装展示分为三种服装 一种是晚装 然后是Bikini 然后就是旗袍的展示 晚装之前我没有穿过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 我当时 因为我们的服装都是老师安排好的 我当时穿的晚装的话 对我来说的话 我感觉也不是特别正式的那种晚礼服 所以驾驭起来没有觉得太不自如 第一对我而言就有一种力量 它带给我们一种敌人自得的态度 这种态度让我们会轻易地道路自己 也会轻易地放弃自己 谢谢大家 其实觉得Bikini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我真的觉得无所谓 可能因为在外面也待过一段时间了 大家在国外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么穿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其他的选手 对这件事情很介意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 我还帮着凤凰卫视的人 给其他的选手做了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主要是 对 因为其他的选手 很怕说在台上会走光啊 然后有的人还会顾及到周围 比如说男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 对于这个穿着打扮的这种 你知道看法 然后我当时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我可能已经 我也没想到太多什么走光啊 这种事情 我觉得到时候肯定会有相应的措施 来保护一下自己 而且毕竟这也不是什么 太大的比赛 没有说受众群没有那么广泛 所以我觉得就算曝光的话 曝光率也不会太高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我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走台这个程序 其实是受了很大一部分 其他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吧 到最后比赛当天的时候 才算是真正定下来一个走台的最后的定型 之前我们每天几乎都有选手退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每退出一个选手 我们走秀的这个队形就要变一次 然后到比赛当天 最后一遍彩排的时候 这个队形才算是真正的定下来 我之前在车上的时候 还请其他的已经把这个台形记好的人 把我用纸在纸上 把这个图形画了一遍 就是整个画了四张图 然后每一幅都背了一遍 但是最后倒数第二遍彩排的时候 我还是出错 所以最后一遍彩排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比赛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出现 就是唯一一个出错的 然后还是我 不过索性的是 最后我还是关键时刻没有掉帘子 其实我自己现在有一双鞋子 这个不是比赛的时候的鞋子 但是它的高度跟比赛用的鞋子的高度是一样的 然后当时我们是让自己带一双鞋子 然后我以为就是为了上台比赛用的 所以我特意买了一双很高的鞋 但其实它的意思是让我们带一双比较舒服的鞋 不过当时其实大家也没有太多时间穿自己的鞋子 因为每个人都很想赢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在平常就有机会来试一下这个比赛的感觉 所以没有人太长时间穿自己舒适的鞋子 还是主要都在穿这种高跟鞋 所以大家为这个比赛也算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吧 你能穿这个鞋子给我们走一圈台步试试看吗 可以 但是我觉得因为时间过了一段 已经过了一段日子了 可能走的已经不是很像了 可以简单的示范一下吗 走台步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吗 走台步本身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很大 不过我有两个问题 就是很难纠正 一个是我的肩打的不是很开 然后我一开始我以为我以为差不多 因为我们这个姿势是标准姿势嘛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就是这个样子 差不多就是打开双肩了 但后来我看了一下比赛后来的video 发现其实还是驼背 然后真正的他们都是都是很挺很挺 然后这个臀部要这样撬出来 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撬出来 这样撬出来 然后这个肩要打开 然后这个脚是这样钉字步站着 这个是我们亮相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步伐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笑 但是这个笑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在比赛之前或者说参加这个培训之前 我是从来都没有说过想过说笑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问题 但是后来好多人都跟我说你怎么不笑啊 我当时真的很委屈因为我觉得我每时每刻都笑 我笑到嘴角这个地方一直在抽搐 但是他们说你根本就没有笑 后来我看了一下视频发现自己果然是 真的是笑得比哭还要难看 这个词在我身上应验了 对 然后我们走台步的话基本上就是像模特一样 走钉字步 然后呢 差不多就是这样先亮一下相 现在是亮相的动作 然后开始往前走 跨步要有一点摆 这个就是我当时遇到的一点小问题 然后亮相 然后这样看一下评委 然后右脚往前慢一步 然后有一个诀窍就是我们选手到往后回眸一笑 就是给观众一个深刻的印象 然后慢慢的转过头来 然后再继续走回去 这样转回来 往前走 当然我比赛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开心 因为现在很轻松 然后给评委亮一个像 然后再回去 然后再转回来 整个过程要根据服装的不同 然后控制自己的快慢 比如说很活泼的部分 比基尼的话 走得要稍微轻快一点 如果是晚装的话呢 因为音乐也慢下来 所以步伐也会稍微稳重一些 慢一些 对 对 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学校有那个猛牛酸酸乳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明 这个超女的那个选秀节目 是在校园先选 不过这个其实跟 他最后上台的那些选手 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选出来的人 可以有机会去沈阳看比赛 然后我当时只是想去唱歌 然后我就上去了 不过那次很惨 我觉得在众人面前的话 我这个心理素质还是需要 时刻加强的 就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很紧张 然后忘词了 下台的时候 因为受到刚才那种心情的影响 然后我当时眼前一片空 然后台上又很亮 台下很黑 然后我那个时候 从差不多五米高的台子上 险些摔了下去 还好底下有人接着我 那次算是说 帮我这次比赛的一部分 积累了经验 因为那次是唱歌比赛嘛 这次的比赛 其中有一个是自我才艺展示的部分 然后我选的就是唱歌 其实我觉得 如果单就唱歌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相对于当年的那个表现 我现在的表现 应该是非常非常自如 我对整场比赛在台上的表现 其实并不是很满意 因为我的表情很有问题 这也是我在培训当中 所有的人都对我 就是提出这么有意见的 这么一个部分 这个表情我觉得我是改不了了 因为有的人面向生来就是 就是比较没有亲和力的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在台上的话 比如说唱歌 我本身很喜欢唱歌 我当时在大学参加比赛的时候 虽然也是喜欢唱歌 可是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很紧张 我把唱歌当作一种完成任务一样 来要求自己 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很好的 控制自己这种音色啊 然后心理素质也不是很好 但这次我唱歌的时候 我没有把它当作一场比赛 我就是全心全意的把这首歌 真心的奉献给当时在台下 曾经在幕后默默支持我的这些 维宝的同 那个怎么说呢 同学们吧 就是他们从比赛前 一直到比赛当天 都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 包括帮我做了一些海报啊什么的 我当时真的是抱着一种 感谢的心情去唱歌 然后是全身心的投入 所以一点都没有紧张 我记得我当时一开口 还是唱错词了 不过那个时候 我一点都没有受这种错误的影响 我就是还是把它圆满的完成了 而且后来 吕颜跟我说 就是吕颜是 我们的其中的志愿者之一吧 他跟我说 我整场比赛下来 每一个部分评完分以后 我唱歌的这一部分的分是最高的 可能主要就是因为 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 就是在上面没有显出来很紧张 反而是很自然的那种 我觉得 今天在场有很多 都是我认识的朋友 非常感谢他们能够来 这里朋友的场 我先把这首歌 我先给他们 我先给叫做买卖 谢谢啊 我先给他们 我先给叫做买卖 谢谢啊 一开始我聪明 结束我聪明 聪明的几乎的忘掉了我自己 我先给他们的几乎的帮助 我先帮助 我先给他们的几乎 我先给他们的几乎 你也不想像在说爱我 反正我对你也不得了 默默的贫瘦 默默的贫瘦 贫瘦成的完全不是真正的我 你也不想像在说爱我 反正我对你也不得了 默默的贫瘦 默默的贫瘦 贫瘦成的完全不是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坚强在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的贫瘦 慢慢的贫瘦 贫瘦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想问天问大地 想问天问大地 这个呢是我在国内最好的朋友 他叫姚天伦 然后因为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他的德文名字叫Costanta 所以我们大家管他叫小康 小康就是我在国内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 就是在他们家 他现在生活在北京 然后他用他的 Leader拍我们当时一起 我去找他玩的时候 去年回国的时候 我去找他玩的时候 他跟我一起拍的 在他的家里面 我这样看来的话 有点像在KHB 然后这两张是我去厦门玩的时候 去鼓浪云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青年旅社吧 然后在外面有一个小亭子 然后是他们卖自己拍出来的照片之类的 然后我当时很 我就是很喜欢猫的人 所以我买了一堆跟猫有关的明信片啦 还有这种 贴纸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 是我答应蛋蛋 我最好的朋友 在这边的 然后他当时说 很喜欢吃我做的寿司 所以我特意在考试完以后 把它写下来 不要忘了给他做寿司吃 那个就是我在这次比赛当中的 参赛号码 就是7号 算是留个纪念吧 其实这个牌子是我后来偷出来的 其实还是一个很幸运的数字呢 我觉得 从某些方面来说的话 我也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脱下选美华服的珊珊 是个喜欢猫 喜欢唱歌 喜欢旅行 个性开朗的姑娘 祝福他今后 在德国的生活中 永远有这份幸运相伴 我的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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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